所以夏华强是非常的厉害 但是女人不能自刚 女人要自强 只有强才能真正做到 所以我看到夏华 那个着急指挥的样子 几乎让我看到 所有成功女人的样子都这样 但是他们往往幸亏 她是做得非常好了 很多人是工作上强了 生活上就弱了 要做到一起还真不容易 而男人往往是从刚变成柔 由刚至柔 我第一次看见 我一看夏华的对手是袁月 我想这家伙不好搞 从发型上来看就不好搞 但是我觉得呢 袁月的这个确实已经做到比较 看起来很柔 我在里面看了这几集 然后观察了一下 我觉得我们真正的要做到柔 是一种极其简单 你在这个里面管理过程中 你比他们确实老练 给人感觉是老模深算 其实有时候啊 一个柔和老模深算 很容易搞糊涂的 看了这个人老模深算 其实袁月这个人是非常好 但给他的发型和样子一讲 很老模深算 我们就退回了五步 觉得得防着这家伙 但事实上 他是做得非常的柔 他理解那些年轻人 理解这个团队 所以两个队长 我觉得其实是很不错 但问题都出在 我们经常发现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 你们十几个人都是野狼 都是狼性很足的企业家 如何坐在一起变成一匹狼 都是头狼 你们都是各个企业的头狼 头狼合在一起 合在一起最难的 也最需要做的 就是队长的职责 如何把两个团队合成一个 大家去思考一下 我最近在想 我不看足球 但是恒大足球 到底那个叫李皮是吧 他到底做了些什么事 这个团队 这个球队原来 说不上好 就是老头怎么调试的 想做了些什么工资 他肯定没教人家怎么带球 肯定没教人家怎么射门 他做了什么事情 使得恒大变成了不一样的恒大 所以队长要问 你面对的六七个野狼和头狼 你要做什么样的事情 把六七个人变成一个人 但是我现在在这一集和几集 偶尔看到这几集里发现 实际上是各自为政 每个人修自己 没有修团队 这个可能大家注意 还有特别一个人呢 我觉得点评一个人是理想 理想的确实把现实和理想 太矛盾起来 我们的理想和现实 不应该是对立起来的 朋友和生意 也不应该对立起来 我看到那集刚好是卖太极蚕 那个一集 哎呦那个纠结 朋友生意不能做 兔子先戳窝边炒 创业先从朋友干起 如果朋友都不支持你 谁还支持你 当然你敢朋友 都敢骗的人 你今后生意一定做不到 好东西为什么不介绍给朋友 没那么大矛盾 踏踏实实的 对就是对 让朋友们 你相信你的朋友 会做这样的选择 所以我觉得 还有一个 你既然当了一个代理队长 你就要承担这个队长的职责 把大家团结在一起 明确一个目标 知道自己要干什么 怎么干 拿到结果 因为这时候你心里的矛盾 会变成整个团队的矛盾 如果你觉得 我不能统一起来 告诉大家 对不起 这队长工作 可能谁干比较合适 所以我看了那一集 职责 就是你当队长 没当好 因为你心里的矛盾 纠结 变成了整个团队的纠结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不能太矛盾 其实理想 现实 朋友 生意 没必要都矛盾起来 做好了都挺好 没有结果的过程 基本是垃圾 在我看来 但有了结果 没有过程 不能复制 你只能是 cross finger thinking 就是手 就让你再看看 下一个机会 如果有结果 有过程 才叫做成功 有过MBA是吧 本视频 如今 还有什么第一批 轮到我们 全球经济 每隔三到五年 就会有一次 重大机遇出现 恭喜您 互联网家的时代到来 您有机会成为 第一批云商 只要您牢牢把握住 您也会成为 第一批 富起来的人 从而改变命运 当今社会 手机已经成为 人们生活的一部分 你在玩手机的同时 是否想过 利用一部手机 就能住家创业 无需进货发货 很多普通人 通过我们实现了 自己的财富人生 我们有高效的运营团队 自动人脉倍增系统 百分百成交客户的 沟通方法 手把手教你如何运作 如果此时的你 没有创业方向 如果此时的你 想改变生活现状 如果此时的你 有着赚钱的梦想 欢迎咨询微信 908605026 908605026 真正的精彩 在后面等着你 没有 肯定没有 我读过书 肯定是 因为我觉得 有点MBA中毒的 轻度嫌疑 因为我觉得 它很了不起 思考的方式 思考方式很重要 你思考 先做市场调查 然后确定自己的定位 找价值 然后看起来 是有条部分 思考全对 干起来全错 这是MBA 对吧 想想都有道理 一看 所有出来是 很漂亮的定位 然后干起来 方法不是一样 它其实一开始就 我先市场走一圈 了解一下 整个市场的情况 叫市场调查 它的第二个定位 是找挣钱多的 副价值高的 结果做的方法 是找爆米花 豆腐皮 就想是这么想 干是这么干 麻烦就比较大一点 态度很真诚 态度很真诚 也很努力 但是没有结果 基本是下班 因为幸亏你是一个人 如果是你一个团队 靠你吃 靠你喝 你就瞎了 所以我自己觉得呢 一个创业者 不管你想的多好 一踏入这个市场 首先要生应这个市场能力 生应市场能力的 很重要的一点 就改变自己生应它 其实一开始它没改变 但后来发现改变了 已经晚了 时间就剩下一点点 所以我觉得 一个优秀的创业者 一个企业家 进入一个市场 往往我可以跟大家讲 90%你进入之前的想法 跟进入以后是不一样的 我们如何把自己调整过来 所以在这里面我看到 这个这位选手 他是有非常好的素质 想法思路是很多创业 其实你进入这个市场 如果像你这样的话 可能你稍微想一下 15分钟以内就要调整定位 我今天更是阿姨大妈们打交道 而且要记住一点 卖贵的商品不等于挣钱多 这世界上卖茶叶袋挣钱 比卖导弹多的人也不少 而且在导弹里没几个人 所以我们把自己调整好以后 可能会更好 所以我看了以后呢 不错 但是我就 作为评论 评委 讲对的地方 没多大意义 是吧 我们讲一些 就是我们基本上 会常犯的一些错误 跟王大姐讲品牌 没有 应该来讲知名度 从知名度到影响力 再走向品牌 品牌三个口 口子要品出文化来 老太太的爆米花的文化 你这个品牌跟知名度 是两个不同的 如果你今天一天内 要卖出去东西五个小时 那你想尽一切办法 先做它知名度 王大姐 都是个知名度 它要变成品牌 可能真的像有种一样 得时间 所以这个是 想法很好 干的过程中 执行有问题 做企业没有 不给客户创造价值 是没有用的 都是肯定 但是我们得要用市场 能够接受 老太太能接受的方法 可能更好 在我们做任何事之前 你只要做企业 按照刘总说 是大班子 你找的合作伙伴 你一定要找 你有chemistry 有化学反应的人 你心里舒服的人 就像我们创业的时候 别人 所有人听见 我跟他们讲故事的 大部分团的眼睛是斜思 真的假的 然后后来各种的人找我 我就说 我就不相信 13亿人中 我找不到100个 跟我一样想法的人 这我有点固执 但是我觉得 你这个固执是值得的 你要找到的人 和跟你一起干的人 你是信任他 他信任你 所以这个我觉得 做得特别好 我就一开始 卷入的速度不够快 一开始你是 就像做marketing人一样 不断的瓦了干净了 你没有参与感 后来你发现 你参与了以后 你自己开始去 这个 剁鸡腿啊 炸带鱼的 这个时候很容易 共同感会 淡出这种团队的意识 由于这种团队 双方之间的信任 会越来越大 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 很多时候记住 需求是可以创造的 不管 其实到菜市场上去 任何东西 理论上来讲 是一定卖得出去 张斗是不是 没有东西卖不出去 因为跑市场上来 小市场上来 一定是来买东西的 至于他是买带鱼 还是买鸡腿 有的时候他没想过买鸡腿 这个需求是可以被挖掘的 张斗刚到我们公司的时候 我们卖阿里巴巴 最早的中国供应商的时候 我们员工连自己都不相信 这东西能卖出去 这个我挺佩服他们的 他们这帮人 那时候最早的阿里巴巴的人 真能够把理想给卖出去了 为了考 不是这个理想 他们真能够把那个故事给卖出去了 卖了这么多年 居然今天14年的还在卖 但14年以前 连我让他们去卖的人 我都不一定相信 你这东西能卖出去 后来他们说 真正的训练销售人员 我是很残酷的 我记得有几个销售卖得非常好 客户效果也不错 当然我觉得你们怎么卖出去 我都不好意思在街上拉着 你说哪个女孩 你说这个 我上去两分钟就可以跟她搭上话 拿她电话号码来 我不可能 她真拿下来了 那时候的训练有一样东西 我记得我是把一个做训练的人 给开除了 这也是有一个人在我们公司 交给和尚卖书子 和尚是光头 他说书子怎么卖出去 讲的天花乱坠 大家都听得很高兴 我一听我说把这个人给开了 原因是什么 那是骗人 人家根本不要书子 那是骗手 我们不要学骗手 你这些东西你真相信有用 是很难卖 其实什么东西都可以卖出去 如果你找对定位 找准自己 找准客户是肯定卖出去 我想对那些有艺术家气质的人 就是看看谈谈我的看法 毫无疑问 蔡明也好 毛哥平也好 这些人都很有魅力 我觉得这些魅力 是因为他们有艺术的气质 所以我们有时候一定要想去 要把执行艺术化 但不能艺术化地去执行 听起来有点二口 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要想艺术的方法 把这些事情做成 但不能再用艺术家的思考 去执行这件事情 基本上就没戏了 那我觉得我们做任何 做企业家 你要做到一定程度 管理是一门科学 但是领导是一门艺术 任何一个 我见过无数的老板 很有钱 但毫无魅力 但是蔡明也好 毛哥平也好 你们很有魅力 但是也许没有企业 做得那么大 只是你们两者之间 没有完美的融合 我跟很多艺术家打过交道 我突然发现这些人 在他们对商人的理解 就是钱 所以我很失望 我见了90%以上的艺术家 跟我在谈商业 他们根本没有艺术感 想的就是钱 他们认为商人就是钱 其实不是那么回事 市农工商 商牌的最后 不是商牌的最后 商是最艰难的 因为他要把所有的人 串在一起 商和艺术家 艺术家是要有 自己的本性的发挥 商人是控制自己的本性 必须改变自己 去生意别人 何谓领导者 领导者就是 点燃别人的希望和火焰 让人家能够发挥得更好 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讲 做商人 你要做得大企业家 一定是受委屈的 而艺术家是不能接受委屈的 他觉得 哇 这个设计就是这个样子 一个码头就放在床阵中间 我说 瞎扯 但是他说 这就是艺术 对吧 所以这是完全不一样 这两个选择 艺术家是做自己想做的事 也没人怪你 企业家不能做自己想 你只能是改变自己 忍受委屈 来做自己想做的事 现在讲规模 在中国就讲究速度的时候 你更要讲究品质 大家讲品质的时候 你应该就做速度 所以我给大家的建议 做企业 不能等待政府的号召 而是应该你判断这样下去 政府一定会有号召 你得先把它办了 等政府号召了 你得跑了 所以创造价值 我完全理解 所以我们做企业一定要记住 要有兔子一样的速度 同时都要有乌龟一样的耐心 这两个都的 你又跑得快 你没有品质一定不行 你又的品质跑不快 也不行 所以企业家的艺术就在速度 品质 何为艺术家 或者大家是有区别的 我前几天刚跟人家吹牛 什么是老师 什么是大师 老师是教人本事 教人怎么干这个干那个 大师是找出最优秀的 最优秀的学生 找出比自己强的学生出来 这家大师 所以就是武功高的人 是说我找几个非常厉害的徒弟 你要跟我打 其实他打不过那徒弟 你先跟我徒弟打一打 这叫大师 所以艺术家一定要明白 你在你这个团 你如果是这公司的CEO 你要找到比你更强会管理 会执行的人 并且支持他们 用艺术的方法 发挥他们的强项 让他们起来 而不是说你自己去执行 可能就会麻烦很大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跟团队的 团队的配合 打班子也好 搞执行也好 定战略也好 很多东西不要对立起来 我觉得我们做企业 不要怕得罪人 不要怕得罪你的团队 有的时候你奄奄长长 都讲了好话 反而得罪了一大堆人 另外一个 你要让团队感受到 是大家的机会 不是你的机会 你要让你的团队感受的是 大家的希望 而不是你的希望 做领导者最艰难的时候 我看到了希望 人家看这是你的希望 不是我们的希望 我发现很多的刚创业带团队的人 都有这样的习惯 是带着一帮人去实现自己的理想 最重要的是 大家第一天要说清楚 什么是我们的理想 你作为这个公司的领导者 是替大家实现我们的理想 而不是我的理想 企业家另外一意思是 平衡各方利益 平衡自己心的利益 团队的利益 客户的利益 股东的利益 所以你融钱的时候 你就要想清楚这个问题 我一定要付出 你有什么 你要什么 你放弃什么 这是一个艺术 没有科学的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每个艺术家 和每个所谓的科学家 每个商人 在这个时候都要把自己定位 想得很清楚 即使你想清楚 做对了 你也是一路痛苦下去 只要你做商业 联想就是一件艺术品 联想绝不是一家公司 它是刘总和团队 做出来的行为艺术品 我自己这么觉得 如果你把我做的公司 淘宝 阿里巴巴 当做一家公司 可能我们就是一个 赚钱的机器 但今天他所做 就是一件艺术品 这是大家联合起来 做的一件艺术品 所以我们说 我们必须要 艺术家气质的企业家 而不是有商业想法的艺术家 这是麻烦就大了 谢谢大家 给你 谢谢